哈喽大家好,肥牛是不是通常只拿来涮火锅呢? 今天我们就用肥牛来做一个简单快手又好吃的美食 我们先来调一个料汁,一大勺生抽,一勺蚝油,一勺料酒,适量的盐和一点白糖提鲜 再来一点清水,搅和搅和一会儿再用 再来准备一个洋葱给它切成丝 这边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,把洋葱在水里泡一泡,切的时候就不会辣眼睛啦 再准备几朵西兰花焯水一分钟捞出来 用焯过西兰花的水,放进一片姜和一段大葱 然后把肥牛倒进开水里,焯烫两分钟捞出来 肥牛变色即可捞出,否则肉质就会变老 接下来另起一口炒锅,放入两块黄油,大概20克左右 如果没有黄油,用普通的食用油也可以 然后放入洋葱,把洋葱炒软后 倒入肥牛和准备好的料汁,翻炒均匀 大概炒一分钟,最后再淋上一层水淀粉,炒匀即可出锅 接下来我们再煎一个荷包蛋 一定不要翻面,煎成一个漂亮的流心荷包蛋 准备一碗我们提前蒸好的大米 把焯好水的西兰花一个一个摆入碗中 再把肥牛也均匀地摆入到碗中 中间留一个空隙,放入我们煎好的鸡蛋 再撒上适量的黑芝麻点缀一下 最后再撒上一些我最爱的小米辣,就大功告成 这样一份肥牛饭在外面要卖几十块钱 我们自己在家做,十分钟搞定 而且干净卫生,简单实惠 肥牛放的多多的,一定要霍脚霍脚匀了再吃 超级过瘾 好啦,喜欢我的视频就点赞评论关注我吧 拜拜